好 華為又中槍囉 最新進展傳出德國也要出手了 要棄華為 五年內分成兩個步驟 兩個階段 要徹底把華為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當中 踢出 西方國家到底在擔心什麼 那問題是我們從美國打華為的例子來看 一路這樣看下來 華為好像就是它越打它 它越奮發向上 華為的成熟晶片製程 現在說推進到了5奈米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德國政府 最近這樣的一個最新的公布 他說他要棄華為 當然不只是華為 他點名就是中國大陸這些企業 華為跟中興都在他點名的範圍當中 五年內完全禁用 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到2026年 2026年前當地的電信商 所以你必須把華為 把中興這些大陸企業製造的技術設備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中移除 先是技術設備 2029年前零組件統統也不能用了 接下來包括大陸製造的天線 輸電線這些零組件 也必須完全排除在外 好那大陸的回應是什麼呢 大陸駐德國使館就說了 你們每次都說是國安 但是國安是不是只是個藉口 是想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視嗎 我想先問一下了這個大使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怎麼強調呢 因為基本上每次都說國安 每次都說華為是不是有這國安疑慮 有間諜疑慮 可是都沒有實質證據拿得出來 所以幾年前其實德國就說他要進華為了 問題是困難很多 為什麼 華為的5G設備給大家一個數字 在德國佔比高達6成 你把它全部禁掉之後 你的替代品是什麼 你還能跟誰買這樣的一個服務 會不會到時候就斷訊了呢 大使你怎麼看 好 我想回頭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替代品很複雜 你把它這個華為的這個 或中心替除掉 說得容易 可是當然誰來替換 這個替換的這個通信商或管理商 有專家已經估計出來 至少50億歐元 50億歐元的代價 這起票 這是財政上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個人覺得從內政上來看的 這次主要是為了 德國裡面的通信業者 的一個措施 內政部長來宣布 不是經濟部長 也不是他肖茲總理 是內政部長 因為他內政部長也涉及到管理 他一些內部的所謂的通信的安全 通信的業者這些人呢 可能是跟肖茲未來的選情有一點關係 因為肖茲 我了解肖茲在德國或在歐盟內部呢 他的民調很低 很多人反對他 那麼中心也許有些內政的考量 所以把這個口號先喊出來 2026嘛 2029嘛 這還沒發生嘛 然後全是說我是跟你們一掛 所以這些通信業者的選票可能佔大多數 所以肖茲未來要 就說 Please Please這些業者啊 也是口號 但是能做得到 不容易 第一個我舉個例子 在實務上做不到的 像華為啊 德國是什麼工業最強 汽車工業 對 那麼德國現在有幾個像奧迪 像Demmler 這兩個汽車工業的華為呢 它的都已經長期大概有 它的設備 這兩個汽車大概幾乎八成一樣靠華為的設備來 所以你就把華為去掉 那通信業去掉 那下一步呢 那你會把汽車業 這是連帶關係的 不是橋歸橋路歸路 所以這個執行上是有它的難度很高的 所以呢 然後呢這個目前呢 全球呢 全德國有 大概將近十萬個所謂的這種 這種行動通信的這個站 但是呢 華為它的 它的站比率 你剛講已經六成多了 所以目前取代它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個人覺得這是 這是 而且這個德國呢 它現在就是 我講的話就是中國的成語說 德國這樣做 開始其實德國跟中國關係是不錯的 從那個肖茲啊 過去這兩年 先後訪問兩次 訪問東京 訪問北京 而帶來都是大批的 德國的產業界的領袖 一起去訪問北京 還引起歐盟內部的不滿 對肖茲好像比較親忠 這內政部長所宣布的 說為國家安全的需要 這個是很 很苍白的一個號碼 什麼叫國家安全 那定義何來 所以因此呢 總而言之呢 它將來執行的可能性 而且前幾 萬一今天要是川普又上來之後呢 整個情況又 要等於為之批變 所以呢 這個是不是能夠做得到 能不能執行的成功 而且你剛才講 有些還有這個 華為這兩年 已經被磨成一個 不敗的 一個不敗的一條龍蟻 它一直持續 連Economist 兩個月前的 封面就是說西方的這種 歐美的這種 要扼殺華為這種 跟西方的業者的聯繫 根本不再沒把它消滅掉 反正讓華為 它產生更大的一個創意 更大的 它業績越來越步步上升 好的確 那大使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還有個最近消息 我們來看大陸 大陸官方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是大陸官方的回應 怎麼說呢 你要禁我 是不是 你要把我全部剔除 是不是 但也很好笑 你看 你看大陸的環球時報 這樣的社評說 接下來你知道嗎 6G其實在世界上 已經開始開跑 很多人都在研發6G了 你西方世界還在糾結5G 你現在說五年內 把我剔除 問題是到了2029、2030年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 已經在用6G了啦 5G可能已經慢慢又要視為 現在這世界跑很快的 環球時報說 6G賽道已經開跑了 你還在糾結 中國的5G社評 其實在全球領先的 中國再接再厲 往前推動 都已經到6G技術研發囉 有些國家還在糾結 這個5G技術 到底該用哪家公司的啦 所以其實怎麼講 也是蠻諷刺的 那當然我們跟劉老師 一起來討論就是說 其實教授我們在上半年 就講過了 華為真的很厲害 越打它 真的就越奮發向上 它的半導體技術 你真的不容小覷 上半年我們提到的 就是它的智慧型的 旗艦手機Mate60 那時候推出 還帶著它的業績 持續往上攻高 現在又來了喔 Mate70馬上 據傳啦 9月份會出來 打的是蘋果嘛 就是蘋果對打 那我們來看到 它接下來這個Mate70 能夠搭載 哪一些的相關系統 這個最新手機 接下來可能採用的是 中芯的5奈米喔 上次只是7奈米 再往前推進囉 5奈米要出來了嗎 不知道喔 看它接下來手機 推出就知道 而且它的性能 而且它的性能會超過高通 驍龍這個8第二代 那科技報導怎麼說的 說這個Mate70 Mate70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會搭載新處理器 是麒麟9100之外 會由中芯的5奈米 來打造出它的這個晶片 它就超過高通 再來它說中芯會用DUV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生子的外光 而不是EUV來生產 所謂的5奈米製程喔 因為現在大陸是用的是DUV嘛 雖然說高成本啦 低量能 但是這樣的突破 能夠讓華為縮小 它的處理器性能的落差 劉老師你怎麼來做觀察 華為真的是越打越厲害嗎 基本上我會認為就是說 手機的推陳初心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升級來講的話 其實對手機的品牌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行銷的一個事件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新手機 比如說2023的時候 華為的Mate60 它就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風潮 那今年這個9月 它就 Suppose應該是要公佈 它的Mate70 那Mate70來說的話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邏輯 跟市場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都會不斷的推測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 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會有區隔前一代的一個亮點 好 剛剛士芬也有提到一些 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它這個處理器 如果在升級來講的話 或是在功能上面 去超過高通的整個 蕭龍八的第二代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有相當程度 利於不敗之地 所以在這整個行銷 或者是網路的一個聲量上面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伸 直接刺激銷量 那所以就手機品牌的一個 Lunch星機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亮點 絕對可以滿足這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不然的話 它在網路上面 聲量負評就會大於正評 那在行銷的一個拓銷力道上面 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局限性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 其實剛剛士芬已經有非常非常清楚提到 這次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性能 新的一個處理器 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 來作為一個打造 那所以市場也有傳說相關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說 因為中芯它沒有辦法取得 所謂的一個極紫外光的一個圍影的一個設備 它所以用的是一個深紫外光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曝光器 藉由整個一個多重圖形推進到5奈米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成本沒有辦法跟一般的一個量產 先進製程晶片的一個量產的一個邏輯去做比拼 那但就是說呢 從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華為它的一個 智慧型手機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升級換代 反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幫助的 那所以從這些市場 它所釋出的相關資訊來看的話 其實外界對於這整個9月會Lunch出來的 整個華為的Mate70來講的話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這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手機的一個新產品 它要推出的一個過程中間 或許都會用所謂飢餓營銷 飢餓行銷這樣的一種邏輯 我釋出相關一些資訊 讓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手機跟其他的一個競品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區隔性 那你對它這個興趣就會滿滿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確實華為在美國不斷打壓的一個過程中間 還是體驗出了一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講回來 美國 美國這個圍堵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包括 包括它的一個設備來講的話 不能夠輸往中國或中國的一個廠商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美國不得不然的一個作為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你華為 或者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那我今天美國圍堵來講的話 對我美國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延緩你 中國這些相關高階晶片 追上美國的一些時間的一個range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了 是 可是大陸市場你要說你真是又愛又恨 你真的不能放棄它 為什麼 這個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艾斯莫爾執行長自己說的 多關鍵呢 艾斯莫爾執行長這樣說 包括德國車廠在內 他說全球晶片買家 你都需要大陸生產的傳統晶片 為什麼 因為西方國家的投資不夠 所以目前就連歐洲 他自己一半的需求他都沒有辦法買足 你需要他供應 再來你也需要這個買家的存在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投入晶片設備 會佔據全球32%的份額 這個會位居全球市場領先定位 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從艾斯莫爾執行長的談話 到國際半導體協會產業的預測 這在在都是顯示什麼意思 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個認識 承認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這個華為中心它也就是相當爭氣 但是沒有產業是不能取代 但是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你要由誰能取代 假如人家可以取代華為 老早就不會等5年了 立刻就要把華為禁掉了 所以它有它真正的不可替代性 但是江山帶有財人出 一代新人換舊人 我們要仔細想想看 當年Nokia多囂張 對不對 Kodak的多囂張 後來他不願意去做那個電子攝影 然後還維持在膠片 最後就被複射彩色 這個是追過去了 NetScape當年是最好的瀏覽器 最後不也要消散的 全路這個當年在那個 就是傳真機上 或者這個複印機上那多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進行政治力的介入 不足以完全扭曲 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 所以這個大家將本求利 你還是要靠市場的利潤來支持你 所以北京擴大這些產製的能量的 這個晶片設備的採購 並不代表它會放棄 這個繼續研發 而且整個製程 成如剛才澤鈞所講的 這個就完全是自產權自主 自己的製程自力更生 然後去掌握所有生產要素 不要去受制別人 然後讓整個工序 全部所有環節能夠掌握在自己 然後其中包括原料 機具 技術 專利 資料 數據 環控 品管 對不對 總而言之 這個因為一直是被封殺 從這個兩代一新的時代到現在 但是我想最重要一個關鍵 我們覺得要觀察到這個視角 要從哪兒介入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展業 能不能帶動其他的業者搭配跟進 而且它有沒有能量建立所謂的 規格的話語權 這怎麼講來呢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華為提出鴻蒙對不對 然後希望不要再仰賴Android 大家市場要用 對 問題是有沒有很多的APP 全部都這樣跟進 有沒有人家都跟著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看到 當年的蘋果跟DOS在那邊對打 後來Windows跟蘋果在那邊對打 所以這個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你假如不能領先對不對 落後就是挨打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今天看那個講說 今天32%它拼命在載購 現在是因為求得到你啊 Asmore不是傻瓜 對不對 總有一天它不求到我的話 不僅一腳把我踢開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華為的消費者業務CEO 余承東他首次對外透露了 接下來華為的新一代三折的 手機的規劃已經出來了 業界說呢 接下來9月份就會來發表 和蘋果的iPhone16系列 形成了一個激烈的市場競爭 這一直要價不菲耶 接近人民幣2萬元 換算新台幣9萬 遠遠超過iPhone的一個售價 說是要來體現華為現在呢 在大陸自己國產的一個頂級技術跟創新 我們也來看到這個機構做的預測說 2024年折疊手機的出貨量1780萬支 其中我們也看到了這個佔智慧手機市場 其實非常的少只有1.5% 但是還是要來搶佔這個市場 目前的傳統智慧型手機 動輒10億支這麼高的一個銷售量 但是華為還是想要來搶三疊機市場 背後到底看到了什麼樣的 非常大的驅動力 委員怎麼看 華為本來在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場的定位 它就是一個高端的手機 高端而且高階的手機 所以它跟一般的平價手機是不一樣的 如果大家到中國大陸去逛一下那個手機店 你就知道說你走進了華為 隨便一支手機恐怕那個價格 都比什麼OPPO、VIVO、小米的最高等的手機還要貴 那麼所以呢 它這個手機價格是差很大一段的 就是OPPO、VIVO、小米最貴的手機 可能還比不過這個華為的最便宜的那支手機 那為什麼呢 這就是華為它當時在手機市場 做一個自我定位的一個角色 就是它要做 它就做最高端的 那你要最好的手機 你要最高端的手機 就到我華為來買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華為除了成為中國大陸這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之外 它成為民族英雄之外 它也在手機市場裡 你手上拿一支華為手機 就好像你在這個 在外面走行走的江湖的時候 拿了一個名牌包包是一樣的道理 就感覺說 你這個身份地位就特別不一樣 因為手機特別貴 然後呢 那當然這個華為第二點就是說 現階段這段期間 雖然我們看到的這個折疊手機的出貨量 只有1780萬支 可是事實上 這個折疊手機它有它一定的市場 就當時這個 我記得是從 Samsung開始推折疊手機 大家都覺得 折疊手機可能嗎 這有用嗎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 為了流行 為了要炫耀 會覺得說我的手機就跟你不一樣 我是折疊的 所以有一度那個 Samsung的折疊手機很流行 就是很多人為了拿來 不要說炫富 就在那炫耀一下說 你看我的手機就是可以折疊的 那麼它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玩具的概念 那所以當時就開始不斷的 這個不斷的推廣流行下去 然後你就看到 Samsung一代一代的折疊手機 那中國大陸也很厲害 中國大陸一看到這個折疊手機有市場 你就看到那個 OPPO小米 他們也在做 而且OPPO小米的折疊手機呢 比Samsung便宜很多 我也去比過那個價格 那價格差太多了 那折疊手機的關鍵問題就來了 所以你說華為為什麼要做折疊手機 那當然第一 折疊手機如果看起來 它是一個趨勢 也許有件逐漸擴大的趨勢 而且各位知道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 二折了 現在還來三折 現在要三折手機 就拉開來三折手機 那麼三折手機 現在也要準備到市場上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華為不可能放過 因為我剛才講了 華為自己定位是高端 是流行 是身份的象徵 那既然這麼多人都在追求折疊手機 他們有理由不做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是 折疊手機大家一直都覺得說 折疊手機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嗎 就是一個螢幕而已 但是其實不然 折疊手機還不好做 折疊手機它大概牽涉到三個關鍵技術 第一個關鍵技術 還是最簡單的就是螢幕 大家覺得螢幕最難 可是螢幕最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折疊手機 都是用OLED的螢幕 或者用到AMOLED的螢幕 事實上手機的螢幕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一層一層的螢幕 你要能夠折疊起來 然後最後還要沒有痕跡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這已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但是現階段其實已經有很多技術都可以功課了 所以你說螢幕其實不是最難的 最難的接下來是什麼 散熱 就當手機折疊起來的時候 跟一般的單支手機要散熱的能力是差很多的 所以很多人拿折疊手機 拿著拿著可能也沒幹什麼事 講個電話手機就很燙了 因此手機在折疊之後的散熱的技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就哪一家公司能夠克服這樣的技術 它的這個折疊 比如說二折到三折 二折就已經散熱問題了 到三折 散熱問題更嚴重 那你要怎麼解決 這是第二個這個技術 最難的技術 手機裡頭 折疊手機裡頭是什麼 是軸承 各位知道什麼叫軸承 就是我折起來的時候 我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又有人說叫腳鏈 就像門跟門之間的開合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軸承 這個軸承的技術是最難最難的 因為軸承的技術會關係到 你這個手機折疊的時候 你的螢幕會不會折出折痕來 那如果我們看一下傳統的 Sansung的手機 它叫做U型 它是U型軸承 所以U型軸承的折法 就是這樣折下去之後 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 很容易會有痕跡 所以大家看早期的 Sansung的折疊手機 如果你朋友有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多折 你就看到中間有一個痕跡 淡淡的一個痕跡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它折起來變得比較厚 就是有的時候你看 現在二折三折手機 拿起來厚厚的一個 像那個電視遙控器一樣 太厚了 因為你是U型軸承 可是中國大陸的手機廠 包含華為 他們發明功課的這個技術 他們做出的叫做水滴型軸承 所以水滴型軸承的好處就是 它的螢幕可以貼密合 所以密合之後它的厚度呢 相對來說就變得比較薄 然後它水滴型軸承在後面 所以因為這個水滴型軸承 這樣的一個技術呢 所以它的折痕又不會很明顯 所以其實以折疊手機來說 最難的是軸承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華為 以它的身份地位 它的這個江湖的這種地位來說 當大家都在做折疊手機 而且折疊手機 有這麼多關鍵技術 必須要去攻克的時候 它當然也提前佈局嘛 是好 華為看出來在技術上 尤其是在三折手機上面 克服了許多的困難 所以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持續看到這個 除了三折手機之外 最新呢 華為這個新的研發基地呢 更是花錢不手軟 這是華為次之人民幣百億元 所打造的上海清土計畫 日前宣布 終於呢正式的完工了 也是華為目前最大的 在國際上的研發中心 他們取的名字叫做華為煉秋湖研發中心 好 其實很好聽喔 佔地2600畝呢 比蘋果加上微軟 在西雅圖的總部都還要大 這個加起來都還要大 那預計可以吸引3.5萬名研發人才 2024年底正式營運之後 會佈局在晶片開發業務 包括華為旗下IC設計公司 海斯半導體跟5G、6G無線技術 好 到整個下游的智慧型手機 跟這個智慧汽車的零件的發展等等 這一次的研發項目 我們沒有去討論什麼 超級高階的先進製程奈米 而是轉去非常focus在剛剛提到的 半導體5G、6G甚至是零件 手機零件或者是電動車零件等等 這個會成為接下來科技跳躍的一個重點嗎 有沒有什麼樣的風險呢 總委老師 我想就是中國大陸現在的發展 它的下一步會以這個半導體的開發為主 大概會是一個趨勢 那所以他們這些大廠 現在砸比較多的錢或規劃 大概都是在這個上面 就是半導體 它幾乎是所有這些電子零件的基礎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它弄了一個這個上海清普計劃 這個是如果它建成 就是現在已經落成的狀況底下 它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類似的園區 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 當然它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園區 那這麼大的一個園區它的風險會在哪裡 當然就是我們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面的時候 其實如果它失敗 那這個整個籃子的雞蛋都會毀滅嗎 可是我覺得從客觀來看 它會 我會覺得它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它並不是第一個華為所設立這樣的園區 在2015年當時在東莞就是松山湖 華為也設立了一個這樣的園區 在2018年就完工了 完工到現在也就是運作了大概有六年的時間 我相信華為一定從這個經驗上面發現 這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所以它再複製到上海的清普這邊來 那這個園區非常的大 它裡面還有自己的小火車 然後還有發展 這也就是說它就有點像內部的一個捷運 那當然它希望留住這些人才 讓這些3.5萬人的這些高科技的人才 都可以在那邊非常安心的居住 或者是在那邊的工作 那這裡面不光是中國大陸本地的人 認證非議的講法 它至少要吸引700到800個 就是外國的頂尖的科學家 進到這個園區 那我相信它會開出這個數字 應該跟它的東莞經驗是有關係 所以我也相信這些事情後來是會發生的 那所以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當然機會就在它大 因為大的話它可以 它不像資本主義國家 它是市場發展出來 像我們竹科 它是很多很多的協力廠商 透過市場機制變成一個聚落 但是他們比較習慣於計畫經濟 這種思維的話 就是以大取勝 但是它整合了這些 它各式各樣它所需要的廠商跟人才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未來機會也在這 因為它大 但是它的風險同樣的也在它很大 那萬一沒有弄成的話 它本身也會是一個風險 我們也來看到它現在也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來收取專利費 而且這個模式有一點點的改變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了解的是 在華為近期在向中國法院 向聯發科提出了行動通訊技術的 專利上面的訴訟 這個訴訟比較特別的是 這是華為首度鎖定的是晶片設計的廠商 而不是這個終端產品的廠商來提出訴訟 意味著華為想要建立它的新的專利費的一個收取模式 剛剛說了不是從終端產品 現在要轉向這些上游廠商來收取專利費用 那也來自於中國媒體這一家是快科技的報導說 聯發科台灣的部分台灣的聯發科 今年第一季就需要向華為支付的金額高達了1.3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大約達到43.5億的一個專利費用 為什麼華為現在改變模式了 向上游晶片設計廠商來收取專利費 而不是像剛剛講的終端產品 有這樣子的一個新模式 Vas怎麼看 我認為有點早說就是華為鎖錢的新模式 我相信如果他們沒有證據 他們就不會提出這個訴訟 所以或許這次是算一個例外的事件 就是華為真的有證據 不管是工程師離開華為到聯發科工作 就帶來一些商業秘密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但是我相信華為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的話 就不會在中國提出訴訟 要來告聯發科 過去比較多的是美國公司或台灣公司 是向中國企業提出這個訴訟 而要這個專利費 所以要看看華為有沒有手上的證據 是什麼樣的證據才知道 但是華為是 我認為華為應該不會以後 以這種方式來賺錢 他們還是有其他的賺錢的來源 不是提出訴訟而生存 專利費只是其中一個費用之一 除了華為的話 我們也來看到另外一家 同樣也是靠這個專利費 來賺取一些費用的 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記憶體大廠 長江存儲也告上了美國加州法院 指控這一回是美光了 所侵犯它的3D Netflix 還有它的D-RAM 一共是11項的專利 因此要求法院要勒令 停止美光在美的銷售產品 他認為他有侵權 要他付專利費 那其實這個是從2023年11月以來 長江存儲已經第二次的 控告了美光侵權了 未來會不會這樣子的一個專利費 也成為中國大陸業者 反擊美國跟台灣 這些西方盟國的一個武器 我相信以後 可能會有更多在美國 提出訴訟的案件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因為美國的限制 中國自己發展自己研發 其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不管是晶片或其他的科技 但是以後可以肯定的是 很多美國公司 甚至台灣公司會說 中國的新科技發展 都是來自於我們自己 已經研發的專利 而中國企業沒有付專利費 我相信以後會有更多的 如果中國繼續自己 研發成功的話 以後會 那不一定是中國企業 可以是用非法方式來 來拿到美國或台灣的科技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以後很多美商公司 或台灣 台商公司會提出訴訟 來告中國科技企業 同樣一個問題 我也想請教大使 因為剛剛其實Russ也提到說 過去很多是美國台灣公司 去告中國大陸的部分 這個專利費的部分 現在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公司 華為 來去告美方的公司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看這種科技的訴訟 主要看在哪裡告 你要在美國告的話 通常外國公司都輸 最後 最後就聽美國司法部 或者 有的時候美國司法部 就提出來了 什麼這些 這些 所謂的這種 這種不公平競爭 這個約定價格 然後還有專利費 對啊 因為事實上的話 我有一個同學 他寫了一本書 他就 他就是說 所有的 他建議科技公司老闆 你面臨到 那個 這個 比如說美國的大廠 對你的這種 科技的訴訟 你基本上 是以和解 用錢解決 最好 這個其實就美國公司來講 科技訴訟 是公司競爭的一個手段 OK 他並不是真正要跟你 要如何如何 他是要競爭的手段 要不然就打擊你 要不然就跟你收錢 這是雙重目的的 所以你能夠用錢解決的話 比最後打到最後 你的公司的負責人 要去美國坐牢 台灣很多公司老闆到美國坐牢 你可以不去坐牢 不去坐牢 你會什麼結果呢 就你公司的產品 就不要賣美國了 而且美國還有長臂管轄 你這個公司 你到別的國家去賣 他也不給你賣 所以呢 你如果在美國打官司的話 那美國公司 或者甚至美國司法部做的調查的話 你大概都是敗訴 那你看我看了剛剛華為 基本上 對不對 長江存儲是在美控告 去美國控告 對 那就要看美國政府 這個法院 可信度如何 那可是呢 可以放心我們美國的法院 非常客觀獨立的機構 不會因為政府說什麼 而決定什麼訴訟案件 這個我 這個我就是說保留一點 那華為是在中國法院 告對不對 華為在中國法院告 你如果說中國法院的判決出來的話 你不履行的話 事實上你這個公司 將來在中國大陸銷售 你各種的這種行為 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說 要提出讓你的負責人 犯刑事責任的話 那你搞不好也要去坐牢 美國的告法 常常就是要你的負責人去坐牢的 你看我們台灣 好多科技公司老闆 在美國都坐過牢的 都坐過牢的 加起來不少人 可以組這個同學會 為什麼他要去坐牢 因為他要為公司犧牲 要不然你不履行 法院的這個判決的話 都不能賣了 你的市場通道就沒有了 那現在我覺得 中國大陸有挾著 比較大的市場的這個實力 他在中國法院告 你這些外國的廠商 你最後你敗訴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 就是說你一定要遵照 你如果反抗的話 你可能你將來 你這個公司在中國大陸 你的營銷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廠商 會越來越用這種 這種所謂的法律手段 其實這個是美國的科技大廠 上個世紀 80年代 90年代 一直都在用著 美國教他的 就是一種競爭的一種手段 就是說商業競爭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顯示市場大 比如說 你這個NVIDIA 它掉120億 它痛不痛 當然痛了 對 也就是中國大陸 在被制裁的情況下 還有120億的購買量 這個對很多美國的大廠 影響都很大 美國譬如說 美國這個 這個晶片的設備的製造廠 大廠 他們跟華府的這個政治角力都說 你不要禁止我賣中國大陸 對不起 我去年一年在中國大陸 還有營業額佔全體營業額的三成 那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廠商 有條件用中國的法院去跟美國的廠商 在中國來做司法的怎麼樣 司法的鬥爭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遊戲規則就是說 你有市場 你的法院 別人就會聽 你沒有市場 你法院 開在那裡人家還不理你 好 現在回來聊聊 華為手機在大陸市場正叫做步步攀升 蘋果的iPhone不敵愛用國貨 大陸手機第二季的試占率公佈了最新出爐 結果華為已經超越蘋果了 靠的是華為的公關奇才 它靠突襲靠靈活的策略的這樣的一個價格決策 衝出封鎖困境嗎 我們帶你來看看 這是在第二季中國大陸的手機試占率最新公佈了 這個是Canalize的最新數據 我們看到的是 蘋果手機第二季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同期出貨占比 本來是16% 下降到14% 這個數字它跌落到了只有排在的第6名 但反觀華為呢 華為的出貨量飆增了4成 試占率增加到15% 好 我們帶你來總觀看一下 在第二季大陸手機的試占率排行榜 前幾名當然不用講都是大陸自己的品牌 Vivo第一名第二是OPPO 再來看到華為現在15%的試占率排在第4位囉 蘋果掉到14% 它前五都擠不進去了 只剩下排在了第6名 我想先混一下黃教授 蘋果到底怎麼了 其實蘋果在中國大陸一直在推出降價的策略 他也希望能夠拉回它的試占 但是似乎沒有用 降價了還是被華為超車嗎 那蘋果現在到這樣的一個試占率的落後 跟它的中美貿易戰有沒有關係 這個絕對有關係 而且我們看到蘋果它在今年的3月開始 因為它發現1、2月的銷售不好 而且那時候應該是農曆新年 理論上應該賣得還不錯 結果銷量不好 所以它3月開始降價 4月降價 確實看到了它相關的成果 它的整個量體爆發了 可是在它的量體爆發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整個中國大陸在 在今年的4月左右 它整個的手機銷售量 跟去年同比增加25% 所以蘋果增加沒有錯 但其他廠牌一樣增加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看到很多的數據 確實是中國大陸的消費者信心比較低 但是這些還花得起的 然後這個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真的還是兵家必爭之地 所以蘋果其實念資在資 就是怎麼樣可以重回過去的榮耀 可是蘋果確實 我覺得第一個 它的機子 我覺得有些人覺得沒有什麼新鮮感 你有用嗎 我是沒有用 但是我比較喜歡安卓系統 因為你可以靠自己邏輯去做一些設計 而不是蘋果都幫你做得好好的 你直接拿去用就好 我比較喜歡挑戰 所以我覺得蘋果它的整個的 機子的設計可能有點老了 現在大家都在看它未來一兩年會推出的AI AI手機 如果它可以結合了OpenAI這些的系統 或許它是一個重新站上浪頭的一個轉機 那當然您剛剛講到的美中貿易戰 確實是因為那個激起了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的愛國主義 那為什麼要用美國貨 當然蘋果的手機它曾經代表過一個就是高級品味 曾經代表過 但現在你真的覺得拿一支蘋果手機 代表是你比較有享受生活品味 你是比較高端人士嗎 其實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愛國主義 影響了美國這個蘋果手機的銷售 那第二個 其實我覺得就是中國大陸的政府 它也一再地宣導 不要使用美國製造的通訊還有儲存設備 因為美國已經這樣講了嘛 包括華為都被殺成這個樣子了 那中國大陸現在就 你這個 你既然這樣講我 我就要求我的內部 也不要 盡量不要用你美國製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是之前看到 包括一些Windows的系統 都在一些公家部門其實逐漸的被減少使用嘛 所以蘋果也受到這樣 中國大陸政府政令宣導的影響 但還有一個第三點 我比較少聽人家提到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個影響 就是整個中國大陸 不只是它手機的質量進步的快 而且包括它創新 它的這個新機的出廠速度也快 我們可以看一下 包括現在市佔第一名的這個Vivo 它的新機是 目前的新機應該是在去年底推出的 那現在應該還在銷售的 差不多還在高原期啦 而它的另外一個 據說也很可怕的新機 也快要出現了 我們不是在幫人打廣告 而是我們在分析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手機車輪戰 對 新機速度分析快快 新機一直出來 然後還有包括 或許等一下會提到 像折疊機的這個出來 也是非常的快 那更不用講說OPPO也是啊 它的新機也是今年春才出來的 可是蘋果呢 你要等到9月 一年一機啊 對 你要等到9月 因為我就是一年一機 它主力機總要等到9月 所以它現在可能銷售已經 慢慢到了下坡的時候 那9月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啦 我們在看數字 應該不會太糟糕 但是今年到底整個鋪平下來看 蘋果的手機表現會怎麼樣 我覺得它們的危機感應該很重 是 所以其實這個是在快速輪動 你蘋果過去這樣的策略 是已經跟不上現在的手機銷售 還有一個關鍵重點 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呢 蘋果當然也要出新招 所以蘋果現在想要推所謂的折疊機 好 問題是折疊機有用嗎 我想跟莊教授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了 蘋果現在傳出來了嘛 它要加速開發它的折疊機 本來說2027才要出來 現在說2026往前趕快推一年 為什麼 因為它要跟 它要趕快跟上 就是接下來包括你看 因為三星早就在推了 那華為早就在推 華為接下來要做三折的 它現在說它即將要趕快推的這個折疊機 機身還要致敬三星的Galaxy Z Flix 6 可以看到照片上這一張 可是問題是它要突破的是什麼 第一個 螢幕會有折痕 自然你的厚度還是蠻大的 這兩大關鍵你必須先克服 但是外媒推測說 它必須往前趕快推出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折疊機市場的滲透率速度 真的是優於預期的 所以蘋果不得不趕快把這個新產品 早一年推出來 那莊教授你怎麼來做觀察呢 你覺得有用嗎 畢竟你看我們剛才講了 華為人家出三折了 那三星人家是最早的 所以你蘋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能夠搶到什麼樣的試占的效果 它的策略 它的品牌 甚至它的價格都會是關鍵嗎 是的 當然智慧型手機不是蘋果發明的 但是在台灣人心目中呢 蘋果的iPhone一直是裡面的領導品牌 是它的代名詞 而且是手機裡面的王者 當然我們這幾位不是年輕人 所以沒有用Apple 沒有人有用Apple 但是剛剛黃老師也提到說 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一個很大衝擊 事實上等一下我會介紹更大的衝擊 那這個消息是來自於The Information 這個業界的雜誌 我特別查了一下 雖然沒有相關媒體報有跟進 但是釋出必有因 這個雜誌有點像我們台灣的數位時代 這個Business Next這樣的一個 介紹產業動態的雜誌 但是我不認為這具有一個關鍵的意義 因為周星馳在他電影裡面 詩人就講過嘛 所謂比賽就是對手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就跟你游泳跑步一樣 你要做出跟對手一樣的動作 那商場競爭也是如此 今天三星華為都有類似產品 那蘋果沒有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規劃也不意外 但能不能扭轉蘋果目前面對困局呢 我會打上一個問號 因為綜合各家媒體報道來看 蘋果目前至少面對五大困境 第一個是Apple Car產培 雖然沒有揭露多少數據 但是按照媒體報道 大概損失介於數十億美元到百億美元 所以他砍了他不做了 對 因為他血本無歸任賠殺出 那相信這家小米汽車卻是 轟轟烈烈烈的上市了 也吸引了很多媒體的報導 以及民眾的採購 但後世如何無法判斷 至少在第一步 蘋果是第二個狗吃屎 第二步呢 蘋果是官司殘生 各位看起來在台灣 雖然他試占率是第一 但是我查了一下 他目前在台灣試占率 百分之三十 那顯勝百分之二十九的這個 三星一趴而已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 類似歐寶歐婆這些 那這個世界各地的這個 全世界試占率呢 他也排名第二而已 剛剛我們報導的時候提到 他在中國是排第六 但我們很給他面子啦 我看到中國明月報 是把他列為其他類的 就例如前五名類 我們很給他面子來列個第六 那在世界上是排名第二 試占率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輸給三星的百分之二十 那第三名是傳英百分之 小米第三名百分之十四 傳英百分之十 第四歐寶百分之九 第五 第五 這是全世界的試占率 所以在台灣感覺台灣第一名 那世上他在世界各地跟中國 卻已經識別了 那他官司產生理由在於哪裡呢 因為他是屬於封閉性系統 剛剛黃老師講到 你不喜歡他是因為他封閉性系統 必須用他iOS的作業系統 然後呢 你也必須用專屬的這個 專屬的地方去下載應用程式 對 現在還要Type-C 還要充電線 全部都叫他專屬 當他App Store去下載 他專用的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呢 他有綁定他的電子支付方式 你不能用別家的 他有專屬的流氧器 專屬的收據運期 當然很不爽 所以歐本有一個數位市場法 就要規範他這個行動 因為他裡面對於串流音樂的綁定 已經被裁罰18億歐元了 在美國也有這個 壟斷 反壟斷的一個官司 甚至他的Apple Watch 也涉及到侵權 打得不可開交 另外呢 他因為他在AI市場進入太晚了 當OpenAI瘋瘋瘋瘋瘋推出了 Track GPT 一路從三零到四零 他根本沒有跟上 別人的四級很熱鬧 他完全沒有跟上 此外呢 他在這個推出一些冷門產品 像Vigine Pro 這個所謂的這個 VR裝置也賣得不好 所以有人認為Apple會被你很大的難關了 是 那對比一下Apple 我們跟鏡頭來看 那看華為呢 其實我覺得華為最厲害 就是他特別喜歡出奇招 他不只是手機可以意外降價 他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我們來看看他最新推出的 其實他在剛剛開賣的 華為的PURE 70的系列 全手機系列才賣三個月 他已經開始降價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成績不到他的預期 全系列降價人民幣500到1000塊錢 這數字是蠻多的 因為他本來也不是定價太高的 這樣一個機種 那主要就是因為銷量 因為他覺得成長超過100%不夠 他定的目標是150% 只要不如預期我就趕快換 換什麼奇招呢 你可以看到 這是華為的常務董事 他去上了大陸非常非常夯的直播節目 叫做與揮同行 大陸非常夯的人氣直播主 同時在線60萬人同時觀看 4個小時銷售額突破了1億人民幣 華為的整個商品賣得超過1億人民幣 我們可以看到華為這樣的測試 讓大家覺得說 確實他在整個價格的靈活策略上 使用的非常厲害 這樣也是會激發出潛在需求嗎 我先說一個 因為我以前在一個很大的一個商人旁邊 我退伍已經20多年了 我在他旁邊大概待了兩年 基本上是他的特助 那經常因為跟他 跟很多大的商人在一起 我覺得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一個商人如果在大陸沒有野心 他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商人 你就剛剛看看那個徐晨東跟那個宇輝通行 同時在線60萬 對 4個小時賣1億 這些東西在台灣 你什麼時候你可能做得到 而且1億是人民幣喔 對啊 4億多台幣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但是我要講一下 也就在那兩年中我深深體會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廠商 如果他現在開始做一個打折促銷 一定是他銷售不如理想 不如預期 而且他不是賣得差喔 他只是他的成長比例他覺得不夠快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事 你舉一個例子 我台灣最熟的一個就是鼎泰峰 鼎泰峰從開業到今天 他有沒有曾經打個折過 買一個好比說小籠包送你一個蛋炒飯 沒有 他這一輩子這麼長的時間 這麼多的店 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折 為什麼 因為他人滿為患 他怎麼需要靠打折來去促銷呢 那華為呢 就是他廣告我看他都沒做 他都已經都客滿了 他要去做幹嘛呢 就當他人滿為患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在乎這個 我已經供不應求了 我怎麼還會打折 所以當他打折 記住我 我當時深深感知到 只要打折就是他銷售出了問題 好比說你現在看 好比說某個披薩哈 最近買一送一再打幾隻 再送個雞腿 我的第一感覺就是 他最近銷路一定不好 這是我根深蒂固的 所以當我一看到這個東西 哇 他一定是銷路不如預期 不如預期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那他打了多少折 我看他整個時間大概是10% 其實只有10% 少一點89到1112 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很不如預期 如果很不如預期 是買一送一 看半了 對他會買一送一 如果他買一送一 那真的是他可能很糟糕 那18就是沒有他這麼的好 但也沒這麼的差 這種做法通常都是有利有弊 短一定多嘛 立刻增加了 但是我昨天才買的 你今天就少了這個 這個800這個人民幣 我切都切死了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他的這個缺點 但是如果他對自己的CPX有信心 就你只要用了我了 就一定說我的好 他盡量去做 我覺得這東西 完全跟他的信心有關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 華為新一代的AI晶片深騰910 正在進行大規模測試 最快10月份就可以 向客戶來做交付了 那目前是說 有字節跳動 百度跟中國移動 都有意要來洽購 那初步的潛在客戶說 訂單現在也可以訂到7萬片 總價值20億美元 不過揮打股價 我們現在看到 竟然沒有受到什麼樣子的波動影響 股價13號的時候 繼續的反彈 收盤股價就漲了大約6% 超過6%的一個幅度 分析就預估 如果華為接下來 還是沒有繼續遭到 美國進一步制裁 那麼未來說這個 深層910C的這款晶片 它的出貨 可以達到130至140片之間的 一個生產量 華為是準備要挑戰揮達嗎 對於揮達來說 到底有沒有影響 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對揮達來說 揮達的黃仁勳 已經不止一次 對美國政府喊話 他就認為說 如果美國政府 持續的對中國大陸 進行科技圍堵 跟科技封鎖 持續的限制 揮達的這個 GPU的晶片 邁進中國大陸市場 最終會讓中國大陸 自行研發出 GPU的晶片 然後成為 揮達最強勁的對手 他當時 點名的就是華為 那麼所以其實 你說華為 將來會不會遭受到 華盛頓進一步的制裁 我覺得華盛頓 對華為的制裁 能夠做的都做了 我實在無法想像說 他到底還能夠怎麼制裁 頂多 丟一個巡弋飛彈 把華為總部炸了嗎 我說他到底 還能夠怎麼制裁 所以其實 華為在過去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就肩負起了那個 民族主義 然後呢 復興科技 科技救國 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麼 我最近看到的一個新聞 不只是華為的這個 GPU的晶片 我還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 有幾個企業 已經對外宣布說 他們已經正式的 可以自行生產光科技了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訊息 為真的話 那ESMO 它要不要賣光科技 給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中國大陸自己 已經攻克了這個技術了 那所以呢 事實上 現在看起來 華為的這個 生成910C的晶片 應該是可以順利量產的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對輝達有影響的 除了這個 華為的生成910C的晶片之外 事實上 雖然現在華為佔 這個輝達佔了GPU晶片 全球的90%的這個生產量 但是它當然還是有潛在的競爭者 它有幾個很大的潛在競爭者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華為 因為華為被美國這個 進行科技圍堵 科技封鎖之後 它必須自行研發 所以以華為現在的技術 它的這個能量來說 它能不能夠攻克 這只是時間問題 那第二個對這個 揮達來說 它最重要的挑戰是 事實上 現在在人工智慧領域裡頭 不見得未來都要用GPU了 我曾經說過說 GPU就是因為它 運算速度很快 對 所以大家就用GPU 來進行這個人工智慧的訓練 跟人工智慧的這個推演 但是事實上 當這個人工智慧的模型 越來越發展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其他不同的晶片 來試圖取代GPU了 譬如說 Google所推出來的TPU 譬如說 這個Glog所推出來的LPU 他們都是專門針對 比如人工智慧大模型 專門針對人工智慧訓練用的 這些這個晶片 又比 雖然沒有像GPU這樣 可以包山包海 但是他們更專注於 人工智慧領域 所以當這些相關的晶片 未來能夠研發跟量產之後 都會對揮達造成一定的衝擊 好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華為在自行研發新的這個晶片 但是另外一頭它也持續的 跟這個揮達的部分 地下取得它的晶片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到2023年開始 美國雖然是以國家安全為由 對NVIDIA的H100的高階晶片 實施對中出口 但是近日我們看到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 有調查到揭露一個走私的網路 正在幫助中國大陸 取得NVIDIA製造的強大AI晶片 而且他還說這跟解放軍 是有一些些關係的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白宮跟商務部 這一次特別的安靜呢 Ross怎麼看 這個很簡單 因為是夏天大家都在放假了 對 那個紐約時報的報告 我有看幾個禮拜前出來說 其實在中國所有的最新的晶片 不管是NVIDIA回答或其他公司的晶片 都買得到 都買得到 但是美國除了是夏天之外 所以在夏天政府的反應的確是比較慢 另外說實在 拜登政府已經是進入國家期間了 他們只有剩下五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相信 不管是商務部長雷蒙德或他部下 他們都在計劃明年1月20號以後 他們要去哪裡 因為其實 其實賀經理當選的話 同黨民主黨還是會換人了 所以其實很多政府官員 這些政治人民的官員 所謂的political appointees 他們都在計劃明年要去哪裡工作 所以其實將來幾個月 或許還是會有在新一波的這些制裁 或出口限制 但是不會像以前那麼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這些人 只有剩下幾個月 在做這個政府官員的時間 是 那我們剛剛也聊到說AI晶片 委員剛剛也特別讓我們提到說 這個重要性 包括Google什麼都在研發TPU 什麼這種很高階的AI晶片 你有怎麼看 現在中國大陸我們可以看到 AI晶片在快速發展崛起 那美方的策略又是什麼 你覺得未來在相比之下 誰可能走得比較快 我常常說 美國不應該抵估中國的研發能力 因為中國的研發能力是非常非常強 速度也很快 但是美國唯一的辦法是繼續 最新的最高科技的晶片 還是會有限制 我相信下一個總統 不管是川普或賀經理 還是會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只要NVIDIA或其他公司 有最新的晶片 美國還是會禁止出口到中國大陸去 好 我們看到在美方的競爭壓力之下 現在中國大陸 也其實華為內部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佈局 先來看到它的金融面 這是來自證券時報的報導 說華為再度的發行它的發債融資 而且這個債券發行總額達到人民幣40億元 利率1.6% 期限是130天內要完成 年內的第四次發債 用在關鍵的戰略業務上面 另外在人力上面 它現在努力的向全球交聘 這個是天才少年 而且年薪多少 201萬元人民幣 目前根據了解最缺的職位是大模型算法 那人才供需比的部分 現在是說六個職位會增一個人才 請教張靜老師怎麼看 大陸現在掀起這種AI人才的搶奪戰 和美國比誰可以有比較有機會領先 我想人才是發展實業的這個所需要的基礎 但是你就算有人才 這個你也要融入團隊 而且經過集體的努力 才會有達到集體的成果 所謂團隊精神 Teamwork 還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滿天都是莫扎特這個蕭邦 但是你未見得能夠譜出非常美麗的樂章 那個滿山的諸葛亮 你可能也打不過精神團結三個臭皮匠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文化性的東西 你招募人當然是這個出高架 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來的有很多這個試材 我沒有辦法跟人家這個精神團結合作 那最後他也只能孤方至少 所以有很多人在實業界混了一段時間 又被扔回到校園裡頭 我想大前應該都見過很多這種案例 但是為什麼要刻意用這個高薪 其實這也是這個商業競爭的策略 它是刻意哄抬這個人力成本 讓全世界感覺 因為這個就跟那個定律律一樣 你把這個東西抬高了 那個自然會把人家給吸收來了 那因為你開得起這個價錢 別人呢開不起這個價錢 它就沒辦法跟進 所以它就會打擊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這是我們在很多的時候招募之中 利用的策略 其實人力的市場並不需要那個高價 但是它打出這麼高價之後 你知道確實會變成 把這個整個人力的供需 給市場給攪亂 同樣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請教大前委員 來幫我們看這個美中在人才上面的真霸 AI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教人工智慧的 所以人工智慧模型裡頭 其實最重要的需要的專家是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是需要programmer 需要這個程式設計師 程式語言的人 不是 人工智慧發展過程當中 最需要的人才是數學家 數學家 因為所有的人工智慧模型都是靠演算法建立起來的 這件事情其實不只是我在這裡提到 如果大家看一下華為的任正非在前一段時間 他曾經發表過一個演說 他就強調過一件事 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如果要徹底的追上美國 我們必須補充大量的數學家 我們必須要全面的鼓勵我們的孩子去念數學 我們需要提升大家的數學水準 因為整個人工智慧發展的 尤其是大模型 大家看到所謂大模型算法崗位 大模型的算法最關鍵的就是演算法 所以其實我後來在看到 華為有這樣的一個招聘公告的時候 其實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對任正非來講 他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在人工智慧的應用上 我個人認為已經超越美國了 可是在人工智慧 尤其是像大模型的演算法的研發上 他還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 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華為這一次 願意要用高薪的方法 去向全球招募人才 甚至像剛才張靖老師說的 用高薪的方法吸引大家 願意走向這個領域 各位知道 你需要數學家的人才的前提 你必須要讓他知道 你念數學你可以得到高薪 這跟我們過去的想像是不太一樣的 像台灣社會唸數學是冷門 對 等到大家有一些人發現 那些怪力怪氣的數學家 各個都發大財的時候 大家就會唸數學 對 你要知道變成培養一個數學 你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對 所以像華為做這件事情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以前大家當醫生都想當外科醫生 當什麼心臟外科醫師 可是現在為什麼大家都想當整形科醫師 因為整形科醫師年薪賺得遠超過於 你看到的這些心臟外科醫師 什麼腦神經外科醫師 這就是一個價格決定市場的道理 今天當華為丟出了這樣的一個規劃之後 他馬上就可以鼓勵 中國大陸的相關的院校 去徵收更多的擴大數學系 招收更多的學生 他也可以鼓勵中國大陸的人才 都轉往數學這樣的一個領域來發展 在任正非的演說裡他講得非常清楚 數學家的多寡 數學家的實力的強弱 就決定了一個國家人工智慧發展的實力 那這樣看美國相比 剛剛講數學家 未來誰比較有機會 我原有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過去之所以能夠壯大著壯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是一個民族的大榮爐 他過去是用包容的心態 去包容所有的移民 所以他提供很好的生活環境 他又有包容平等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讓大家願意留在那裡為美國效力 可是我覺得美國這些年來 越變越美況愈夏了 就美國的那個白人至上主義的升起 美國對於這個移民的仇視 美國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 從川普擔任總統一路走到現在 其實已經非常嚴重了 那你更不要提到美國前一段時間 又在掀起所謂的千人計劃 懷疑所有的華裔的這些高科技的這些科學家 都有可能私通中國大陸 當美國用這樣的方法來對付這些 對待這些外來的移民的這些精英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就是逼著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 美國跟中國大陸現在正在一個消長的過程 當中國大陸全面的吸收更多的人才 呼籲全世界的人才 用高薪來吸引他們到中國大陸 而美國卻想辦法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監督 去懷疑這些科學家 他們對美國的忠誠度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高下立判 也許中國大陸現在還在緊追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很快 如果美國還不改變它這樣的做法 中國大陸很快就會超越美國了 我們來關心的是美中這一場低軌衛星競賽正式的開展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誰較有機會搶下這個全金的領域 今天我們要特別關心的是 在8月6號的下午看到的是 來自於上海原性衛星科技所負責的項目 這個項目叫做千帆星座的計劃 透過長征6號運載火箭已經發射了一件 達到18星 這個計劃是中國大陸目前正在建設的低軌衛星網路計劃之一 對標的正是馬斯克的SpecsX了 好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大陸的目標 它喊出了在2025跟2030年要實現怎麼樣的一個計劃 2025年它說要發射達到648顆的衛星 好不過呢再往後看 再隔個五年 2030年的數量直接大幅的增長到目標1.5萬顆的衛星喔 另外一頭馬斯克剛剛談的中國大陸對標的 SpecsX的星鏈目前則是已經擁有超過了5500顆左右的衛星 低軌衛星現在之所以受到關注就是成為美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是因為外傳解放軍看到了在目前正在進行當中的俄乌戰爭 這個低軌衛星它是有軍事很重要的用途的 烏克蘭的軍方也正在透過這些星鏈衛星來延緩俄羅斯的攻勢 讓美中都看到了星鏈的一個重要性 好我們看到了低軌衛星它現在所在的空域其實容量還是有限的 還是要再加上避免衛星的訊號重疊干擾等等的問題 所以現在統計全球真的可以容納的數量大約就只有6萬顆 這樣的一個限制之下美中當然現在此刻就要來趕快比拼自己的速度跟試戰了 如今我們看到大陸崛起要正式扭轉馬斯克的優勢領域 後發的機會跟挑戰我們請委員來幫我們做一次的評估 到底低軌衛星是要容納6萬顆還是可以更多 這個技術問題我們先把這個概念釐清清楚 所謂的低軌道衛星叫做Low Orbit 這樣的低地球軌道理論上物理學上是說 兩千公里距離地球兩千公里範圍裡面都算是低軌 所以地球的同步衛星就是繞一圈地球24小時的 這種同步衛星大概都在三萬五千公里那麼遠的距離 可是一般來講不會弄個幾千公里 我舉個例子我們的太空站 大部分的太空站大概都是在三百五十公里左右 那個地方是太空站 目前如果有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都在兩百公里距離到三百公里中間為止 可是這樣有個特性就是 就是繞一圈九十分鐘 時速多少 那空間很大 太空空間很大 照到底什麼六萬顆 六十萬顆也擠得下 可是問題在於它的速度 因為要九十分鐘繞一圈 就變成時速多少呢 二十七萬公里的時速在飛 是因為速度快 所以變成說距離要拉得更遠 那目前評估大概六萬顆 空間那麼大六萬顆 那如果馬斯克五千多顆 我中國再來一萬多顆 對啊 擠一擠大概就沒了 不是快滿了嗎 快滿了 可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怎麼知道衛星的碰撞系統 不會經過什麼AI改善啊 發展出更好的 就是雖然我這個衛星 跟我們大教授的衛星 距離實在很近 可是我們不會碰撞 我們可以同步飛行 是有人提出這樣的技術 可是目前的衛星都沒有 包括馬斯克包括中國 都還沒有這種所謂的碰撞感測等等 基本上所謂的碰撞感測 這個效能還沒那麼好 如果這個技術上突破的話 那也許就可以到達更多的數目 但是我們目前還在假設六萬顆 那六萬顆就是先搶先贏 因為這不是你自己決定的 這還要跟國際組織申請 那國際組織的標準很清楚 你告訴我你的飛行計畫 你哪一年哪一年 然後現在舔一舔才兩萬多顆 後面還有四萬多顆等待別人舔 他就不會緊張了 那我們先緊張在前面 那這個是不是很好的商機 我有點在保留 如果有一個上市公司說 我要發射幾顆我會賺很多錢 你錢你投資我的股價 我覺得你保守一點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衛星通訊 以馬斯克來講現在還是賠錢的 還是賠錢 因為我們目前還是 第六代的手機還沒出來 第六代的衛星通訊會有很 理論上會非常的發達 會跟我們現在這種 所謂基地台通訊的效率是一樣 要不然現在我們知道華為可以有衛星通訊 可是那通訊效果如何 當然不如基地台的通訊效果 也連就是說你還是5G 或者5.5G還沒到6G這種速度 然後衛星通訊之間的效率還在改善當中 可是問題是在緊急狀況底下 基地台的通訊會中斷或者不清楚 你要靠衛星通訊 可是平常很少有這種緊急狀況 比較少 那比較少你成本就要很高 成本很高相對用人就會少 這有點商業邏輯上面 就是會惡性循環 那大家反正先搶先贏 那如果有國家有補貼的話 那我就比較沒有成本的壓力 事實上都有國家補貼 美國有 中國也有 可是國家補貼也期待說 未來你會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而不是一個錢坑 那目前為止是錢坑國家補貼 那如果是有些國家覺得 我災一場水災一場旱災 用得到我就很開心了 那是另當別論 因為國家的這種災難的價值的評估 每個國家狀況不一樣 好 我們看到馬斯克 現在即使是賠錢的狀態 仍然是要投資在這邊 而且就是搶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6萬顆 未來可能還會增加更多 但是還是不知道 是國防部在補貼的 好 我們除了關心 剛剛講的是名氣 這個中國大陸的名氣 在投資這個相關領域之外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的政府 也是請國家之力 目前在做這個領域的重點發展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自己的 中國衛星網路集團 營運的這家 國家級的 叫做國網的公司 要來搶低軌衛星的空間 他的計劃是要發射1.3萬顆衛星 那國總帶觀眾朋友 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小檔案 他其實不是一般的公司 他非常的厲害 2024年8月在全球公司收入排名中 現在是第三名 僅次於兩家美國公司 一個就是沃爾瑪 第二個是亞馬遜 在2022年我們看到 國網的他的這個 員工數達到了87萬名員工 而且他的客戶數 11億人 約有4600億美元的收入 好 中方要打造一個 隨時可以民用轉 商轉的低軌衛星體系嗎 如果真的戰爭爆發 剛剛講了嘛 特別的這些特殊的緊急狀況 才會用到低軌衛星 那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 紀文哥怎麼看 其實打造整個完整的衛星體系 一直是中國大陸一個努力的目標 而且他這個努力的目標 在過去幾年這個北斗系列 逐步漸往完成 我認為已經展現一定的績效 特別是這個大家都知道 現在使用衛星定位這個部分 除了美國GPS以外 那另外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北斗 它的用戶它的全球涵蓋面 越來越廣 而且它因為有後發的優勢 也因此 包括它可以發送一些短的 信文等等功能 都是有別於美國GPS 強調特殊的部分 而且我們從近期 向華為公布的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也發現 它也和北斗 有很完整完善的結合 讓華為它的產品 其實更增加它的商業競爭力 當然除了北斗以外我們都知道 還有發射一系列的搖桿衛星 搖側衛星 海洋搖側衛星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通信等等 那近期它所揭露的千帆這個計畫 那就是類比這個馬斯克這樣的一個星鏈系統 可以稱之為中國版的星鏈不為過 我想藉著中國科技過去來 常常有一種後發的優勢 特別是結合既有的科技 以及它自己的一些巧思 它會賦予後來的產品 新增加很多附帶額外的功能 來展現它的競爭特質 當然這是商業的一面 那我們看看在軍事的一面 其實它效用更大了 特別是我們這幾年發現 解放軍的飛機和船艦 越飛越遠 越航行越遠 尤其是這幾年 那它的船艦已經經常航行到阿拉斯加 特別是過去兩年 還有一艘單機走天涯的銀川艦 那到南太平洋 然後深入美國西海岸周邊走 當時在整個太平洋進行環繞這樣的航行 它一屆的良好的導航 就是北斗賦予它很好的位置 判斷和導航的能力 試想這樣的能力成平時期如此 暫時的時候它可以發揮更好的功能 讓解放軍的飛機機艦 甚至陸機的一些載台 以及火箭軍的各種武器 它在反應 它在這個定位 它在打擊等等 它的精度可以獲得更好的確保 尤其是大家要注意到 低軌道衛星裡面 還包括我們剛才來講的這個 這個高分系列搖撤衛星 它的衛星高度大概是這個700到800公尺公里之間 很高分衛星目前已經發展到十幾型號 那它對於這個解放軍來講 正式探測它重要來襲有威脅目標的一個 重要太空工具這個偵測手段 而且為了應急說和美國可能衍生的太空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 它強調所謂的快速響應發射 還有應急發射這個能力 也就是藉由快速的發射 以及大量補充耗損的衛星 讓它暫時的時候 包括導航 包括搖撤 包括通信 甚至包括千帆計畫的這種 星鏈的衛星的補充 能夠壞速獲得適度的滿足 這個對它未來確保國家安全 或遂行軍事人物都是很重要的確保 我想俄乌戰爭已經說明了 在太空高地部署這些衛星的重要性 我認為這場戰爭為解放軍 它規劃未來戰爭的形態 特別在太空部分如何充實自己的能力 完整建構這些系統 我認為都打下了很好的一些基礎 所以不只用在商用上 軍事上面為了國家安全 剛剛講的已經到整個太空領域 未來整個戰場都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過整體的商機到底有多大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數據 現在是來看到根據了產業研究院的報告說 大陸今年光是太空市場的規模達到2.3兆元 換算新台幣已經超過10兆了 再來看到的是財通的證券研報的分析說 透過衛星技術可以提升 在未來多個科技領域的上面精進 包括在手機的創新自動駕駛 還有未來可以做防災減災 還有網路上面的速度等精進 都可以有大幅度的提升 如此大的商業利益 我們也看到說我們剛剛關心的 除了數量還有發射的速度之外 還會有什麼需要來特別搶食的在這塊大餅當中 老師怎麼看 是的 這次中國大陸藉由一見十八星 也就是所謂的一個 它的一個星鏈的一個計畫 就是我們剛剛特別講到千番的一個計畫來講 其實我覺得就政治也好 就戰略也好 就經濟也好 它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意義跟價值 就政治的一面上來講話 就是說其實中美現階段都把互相視為 是一個主要的一個競爭對手 那現在整個戰場上面 已經延續到整個太空戰略 或者是月球戰略探勘的一個進逐 那這個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中國藉由我們剛剛講的一個一見十八星 或者是千番的一個計畫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在凸顯出 它對整個的一個太空的一個探勘 或者是開發跟美國去做整個的一個並駕齊驅 這樣的一個目標來講的話 它的企圖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這個第一個從政治的一個面向上面 那從戰略的一個面向上面 邏輯坦白講也是如此 就我們剛剛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中低軌的一個衛星 它的一個容量是有限的 你就整個這個頻率或者是軌道來講的話 它就是一個先到先得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委員剛剛所特別講的一個 先搶先贏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基本的一個邏輯來說的話 既然美國藉由這個馬斯克 它的一個星鏈的一個系統 已經搶得了一定程度的一種利基 或者是拔得頭籌的一個概念來說 那其實中國在這個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當然是要藉由它自己本身的一個 星鏈的一個系統 去跟馬斯克的一個星鏈的一個系統 跟美國在整個戰略的一個布局上面 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PK 我覺得這個邏輯其實非常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們才說 這個整個中國的一個星鏈的一個計畫 它確實具有整個政治跟戰略相關的一個意義 那就經濟上面的一個意義 坦白講也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為什麼非常非常明顯呢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馬斯克它所研發的一個電動車也好 或者是星鏈計畫也好 它其實是一個未來產業的一個霸主 這樣的一個概念 除了幫自己的一個產業創造一定程度的一個利多之外 也提振了也某種程度的一個提振了一個美國的一個經濟 那所以在這個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中國現階段自主研發它這個星鏈的一個系統來講的話 對於整個跟馬斯克的一個星鏈系統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PD 或者是呢 在整個的一個本國的一個產業鏈上面 我覺得都有相當程度拉伸的一種效果 就像主持人剛剛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產值的一個潛在的一個規模 大概有2.3兆的一個人民幣 2.3兆的一個人民幣換算成台幣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10兆台幣 這個10兆台幣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天價的一個概念 那從資料上我們也很清楚了解 就是說上海的一個市政府 現在也特別支援著 我們剛剛特別有提到的原性衛星科技公司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就中國的一個商業大餅的一個分時 或者是整個利益的一個分配來講的話 跟衛星技術有關的一個產業 衛星科技有關的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當然會首先分時到這一塊大餅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也就是另外包括 前端載運火箭相關技術的一個上下游的一個產業鏈 我覺得在短期的一個方面來講的話 他們也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計畫去獲利 那還有太空飛行器領域裡面 跟著整個衛星生產跟製造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專業領域產業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來說 也能夠分時到這個2.3兆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大餅 那除此之外 其實這個未來的一個衛星系統 它其實也能夠在整個這個手機的一個創新面向上面 或者是防災減災的一個上面 或者是自動駕駛 包括網路的一個市場面向等等市場來講的話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 那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就中後期來講的話 與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些手機的一些創新 防災減災啊 或者是自動駕駛這些相關系統的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都能夠去分享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個利潤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